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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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機前的夫妻們 你敢對另一半誠實以對嗎 美妮 我們突然覺得你 大嬸 我講話不就瘦下來 後來 你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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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願自己來看APM 而不願碰老婆呢 三個人說會耶 我是結婚以後 滿意婚後的性愛品質嗎 品質都還不錯 哪有 運動員的身體耶 沒問題的到現在 真的啦 還沒問題的 請問婚後 你曾經對別人心動過嗎 有 曾遇到 非常了解自己的情侶 天啊 天啊 酒儀對人 才嫌喔 不過接下來這一題 對方說哪句話 你一定會被激怒 好 我們看一下 你這句是姿佑說的是不是 說你不懂啦 你不會啦 這句話你常說啊 姿佑 還好耶 我只要講豬頭 我肯定就死無全失 你知道嗎 我也只不過說你不懂啦 你不會啦 你知道嗎 因為常 有時候他會問我說 你購物台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你不懂啦 因為我現在不想跟你解釋 解釋很多很麻煩嘛 有時候那個商品整個審議的過程 我怎麼跟你解釋 講了你也不會懂 那你就不要問 可是這一點 因為小亮哥是長輩 而且他在演藝圈有備份 因為他工作很累 那我想說 這是個話題嘛 然後呢 用關係的角度 然後來詢問你這個事情 比如說購物台什麼時候 然後他也很累了 我知道 可能有點就是 已經兩個鐘頭 已經喊到那個聲音都癢 然後就 忽然蹦出這一句來 他只要講這句話 我心裡是很不 剛開始是非常不開心的 我吃過的鹽 比你吃過的你還多啊 對 對不對 我們那觀念 就男人那種 自大的那個觀念 就上頭了 自尊自尊 後來我一聽 我就想 他是累了 我們兩個好處 誰大聲另外一個就閉嘴 因為你一大聲 我就知道你情緒不對了 不要下去 而且小子媽鬥在那小事 就一句不舒服的話 我把我大男人的自尊 就拿到旁邊去了 所有年輕的男生 要跟小亮哥學 這是什麼 不要把一句簡單的話 無限的擴張 對 就變戰爭了 所以既然你那麼有智慧 你猜猜看 姿佑寫的那一句是什麼 你講什麼他一定會抓狂 好 我猜不出來的 猜不出來啊 好 姿佑告訴 恰亮哥是 話說不能說 他很愛講耶 不是 在情趣中講的 比如說 他在洗碗 拍他屁股一下 情趣 我屁股好大 就很好 你都已經有心來 從後面 有時候我洗碗 或者起來在刷線 他們從後面抱我 那抱完你就 就不要講話都還沒事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忽然講一下 你屁股怎麼下垂了 你屁股怎麼那麼大 沒有下垂這兩次 你屁股大了一點 但是小燕哥覺得這個是情緒表現 沒有 我娶她的就這麼大了 到現在也沒變過 真的假的 你還帶這個 這個就不能學了好不好 這個就是 女生在意的事情 真的不要講 秀琴你猜 志遠會寫什麼 我也真的還不太知道 他會講什麼 剛才講那幾句就夠了啊 差不多 差不多 批評他的 就是餐廳管理能力 可能就是說你是豬頭啊 沒腦袋之類的 總教練你太狠了 我們看看志遠寫的是 你交的朋友對你有好處嗎 這是你的技勒 對 因為我滿在意 他這種感覺他很不會 去選擇朋友的這一塊 你覺得朋友有帶壞他 也不是帶壞 他覺得 就是他可能有被幾個朋友 傷過之後 然後他現在就是 只要有人聽得 聽得懂他的心聲 有聽到他的那個肺腑之眼 因為這個就是 是朋友 就是很好的朋友 他就把 其實我這邊只是希望說 他很認同我所交的朋友 其實我不是沒有大腦 也不是豬頭 沒有 他都覺得說 我不跟他一起去聚會 就是不認同他的朋友 他應該不是這樣的想法 他應該是說怕擔心我 再被騙 再被騙 又被認識到不好的朋友 那說實在呢 我有這樣的經驗 當然我知道 那現在我離開了球隊 然後我做生意嗎 那做生意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那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我也不清楚他 那我可能要去了解他 但我知道這個是 可以繼續下去的話 我就交 那這個是不可以繼續下去 我就會停止這一切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就必須要去更深入 跟他們應酬什麼的 那會有比較像 酒肉的朋友這樣子 那我就會下去 OK 那這個半年之後 我就知道 哪一個朋友不能交 哪一個朋友可以交了 可是因為我下去喝酒 他就不喜歡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現在如果再認識 其實是不是 對不起我擦了嘴 男生真的還蠻需要 酒肉朋友的 有時候 對不對 有時候要拉一下 可是 對 我是要分好的壞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先認識他們之後 我就知道 我該不該跟他們 繼續這樣子 對我的聲音有沒有幫助 那我是這樣 可是我常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說 他對你有好處嗎 那我覺得你就不認同我了 那我以後出去 我怎麼做聲音 我就關在店裡面就好啦 有啦 我覺得 其實陳志遠講的 還是就是 秀琴的表情跟語氣 沒有態度 對 好錯嗎 就是好像 沒有讓他自己去做 決定的感覺啦 不過其實當然他心裡 也知道你對他的關心 對不對 所以 最後他最後的決定 不管是怎麼樣 也是我還是聽秀琴的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OK 好不好 好 那你回去了 好 那我們賣的臉是幹什麼 但是... 但是志遠 你猜得到他寫的那句是什麼嗎 你講什麼他會很良好 猜不到 猜不到 我們看秀琴 請公布 你最厲害 你真的很不挺我 是 他真的很害怕 好不幸耶 可是我覺得他講這句話 至少感覺沒有你 像你那麼毒耶 沒有 我這有點修飾啦 你太老了 他不認同我 我就會講這句話了 你最厲害 對 就不挺我這樣 然後當然他就會覺得說 沒有其實... 他會看不見的時候 你為什麼都跟朋友講不跟我講 我跟你講沒有用啊 我跟你講你可能就是 就是一直吐喔 一直那個 哪裡沒有用 你都沒講 你怎麼會沒有用 要講才有用 不好意思 兩位這樣多久啦 很嚴重耶 我覺得 我們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鬥嘴啦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是鬥嘴的夫妻 但鬥到後面就 就是我真的就聽他的好了 決定權就是你 那之後就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不會一直走平行線 到一個交叉點 就一個交集點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OK的啦 真的真的 我覺得截至目前為止 李醫師你來判斷 你自己對哪一對的問題 稍微嚴重一點 我覺得截眼中 跟秀琴姐的狀況 稍微嚴重一點 是因為他們都把他們在 所謂吵架中間那個話記下來了 照到你如果一個有智慧 或是更為昇華的夫妻 他會把這些東西先遺忘 因為太相罵沒好話 太沒後悔 所以照到你們應該這個話 因為當中他就沒講 他只是中間講了一些 不該講的話 不過其實他說 也幸好從這個地方 你了解說那個狀況 對 可是如果你對這個對方吵架 說講的話你還記得 比方說你其他的話 你是不記得的 對 而且 所以這個就比較有點 需要再調整 對 而且其實今天這一題 我覺得有一點危險 就是本來不知道的 你知道嗎 然後今天一公公 原來這些話會惹到你 回去又會怎樣 所以接下來我們這幾對 比較這個 之前的夫妻來 我們看一下你們的答案好不好 來同時亮白一下 哈 有人嗆聲離婚 有人說 我要吃大腸包小腸 什麼東西啊 什麼啦 真的嗎 你幹嘛 等一下喔 我們發現呢 你看像婉妃或是像這個小咪 都是外表還有像姿佑 就是很燙了嗎 皮皮削得掉嗎 現在什麼 生完像黃臉婆大神啊 這個很不應該啊 Jason 你怎麼講的 你那個是怎麼樣 我真的 有一次就是 小咪剛生完孩子之後 然後我就是在後面看到他 就是在照鏡子啊 然後我發現奇怪 他怎麼真的 變得比之前要風雲的一行 我當下就這樣 我當下我也覺得 那是在懷孕的時候 還記得還要求啊 那時候還沒生出來嗎 那時候還沒生出來嗎 懷孕六個月你就這樣 而且他是冷冷的看著我 我在照鏡子照得很開心 他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喝一杯水這樣 他就很在意耶 沒有 但是小咪話要說回來 他算是老實的男人 我不是打擊你 而是說很多在婚姻的男人 其實已經學了一套羞恥學了 隨時要警戒說 老婆問我胖了沒 我要怎麼回答 然後我要看哪裡 我那時候胖了大概快30公斤喔 你看他80公斤 我第一胎我亂吃 我真的不知道吃什麼 那麼胖的時候 我突然滿身的油 因為怕什麼什麼 任成溫啊什麼的 剛洗完澡走出來 跟差不多就是 真人版的小熊維泥 我還敢問我老公說 我變胖了嗎 對啊 我們都這樣子啊 李津哥看都沒有看 我就看著他在電腦說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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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都知道 怎麼可能沒有你瘋了嗎 但是聽到就爽了 爽了 爽了 你那個螢幕保護程式 是你以前的照片 對 所以其實Jason 是一種學習 對 那天的狀況之下 我才講完 會不會不見 一講完 我就聽到他放聲大哭 所有的眼淚都放 都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想說完了 我到底做了什麼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在他懷孕的時候 我一定要不能讓他 心情受到影響 對 然後這種時間 你怎麼脫口而出那個 對啊 所以很多聰明的男人 都是用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學到這一次的教訓 但是我是一個笨蛋 我學到的是最直接的方式 我讓我老婆哭難過 好幾天不大跟我講話 然後講話都帶情緒 然後我感受到 我真的傷了他 所以之後 所以看到沒有 三個老婆 三個還是三個 都非常在意外表 老公來批評我的外表 對啊 他現在隨便問我 我今天穿這樣好不好 我會發心超美 漂亮 發自內心覺得漂亮 對 因為男生看女生 其實不一定見得 每個男的都那麼的細膩 你有些時候 你頭髮剪短了 兩三公分 我們是看不大出來的 你今天眼妝變得 有點不大一樣了 你以前都看得出來啊 我以前都看得出來啊 以前更不會更沒完 你會什麼大波浪啊 現在我老婆大小波浪 對 瀏海那些我都覺得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我們說這一句 你問他 頭髮好不好看 讚 我身材沒有變 沒變 然後你愛不愛我 愛 簡單喔 惡藥 愛到底那是更有加分啊 如果這樣子 妳就 跑平安 天福壽 你知道嗎 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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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印象喔 自於活20年 自於 自於女人喔 也不要太期待 從結婚以後的男人口中呢 會動出什麼多 多什麼 多什麼欣賞啊 仰慕的眼光 我跟你講 除非你剃光頭 否則你老公絕對不知道 你的髮型有變 我可以說 所以你看 其實根紅不經意 也犯了這個錯 因為婉芬剛剛有寫 他很care 就是 大草包小的 沒有一段時間 就是他帶小孩的時候 等於小孩剛生出來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看他 我說你這樣 因為他有個阿姨 就是這樣胖胖的 那他媽媽是非常苗條的喔 他媽剛剛在一起 你會發現 你連阿姨都批評進去 多一個阿姨 你看到怎麼看 他以前聽阿姨的講嗎 後來其實講這個事情 是有一天我真的看到 我嚇一跳 我心裡是心疼的 你了解意思嗎 我說Baby 我們突然覺得 你突然變成一個大嬸的感覺 啊 大嬸 大嬸 我講這個事情 因為我有後面要講 所以我剛剛講 我說Baby 我真的心裡我覺得好難過 我覺得我不應該 我們有一個小孩之後 我就讓你這麼漂亮一個女生 然後變成這樣 然後我說Baby 我們不要這樣的日子 你現在是太辛苦了 還是怎麼樣 我來想辦法 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想喔 比如說我說 你如果照小孩 實在沒有任何時間 能打扮或幹什麼 我就跟爸爸媽媽說一下 我們是不是給你空間 或者我可以幫忙的 等一下 你在講的同時 這邊那個我一直搖頭 一直搖頭 因為我覺得說 你不但喔 就前面那句話還沒有解決 你又給他一個超級任務 要瘦下來喔 對 對 所以 等一下 我講的不是瘦下來喔 講的是他的裝扮 後來 他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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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實說 後來 後來真的 後來他真的就有改變 我說衣服 真的就有改變 這話也講得出來 因為他已經很久都沒有 幫自己買衣服了 全部都是買小孩的衣服 他就胖穿什麼都不好看 對啊 格框都放開 但不能不穿 就是 不能不穿 不能不穿 你會對自己更沒有信心 反正他就是要求 然後你就只好默默的去 那個裝扮 不然的話他就會 但很有壓力啊對不對 對啊 裝扮很緊張 老公都體力了 你不趕快做 不是你都不知道我們女人的心情 我那時候懷孕到後來的時候 你要想不只是走樣啦 你直接講就是走樣就算了 你要想我們還壓迫 我連睡覺翻身都不好搬 我要去上個廁所 我還起不了床 然後呢 我那時候是不知道是 六個月還什麼時候 我自己再蹲著找衣服 一站起來撞到那個上面衣櫃開門 我就開始哭了 因為以前以估算的距離 是絕對不會撞到嘛 現在就 對 然後呢 再來半夜看到老公的那個身形 沒有變過 沒變 我們懷孕變成這樣 老公不會變 對 老公還要去給我參加衝浪大賽 那種沙灘上全部是比基尼 然後眼睛裡他又不是看不到別人 你知道那時候 產婦 孕婦的心情是十分 可是我這樣講 他是生完之後 他在懷孕的時候 身材保持得還滿好的 真的 哇塞 你又要講話 笑不了你 笑不了你 我跟你講 你怎麼又往上走了 對 但你那一句 我不太懂什麼意思 什麼他說你是大腸包小腸 沒有 他呢就是 因為他很喜歡吃這個大腸包小腸 沒有 其實我要惹怒他很容易 隨便只要講說 我要吃他的微禁品 他就會 他就會吃東西 最care的就是我的身材 跟我吃東西的想法 沒有 我覺得 吃完要吃得健康嘛 只要他說要吃不健康 你就生氣 我就會很容易被惹怒 真的假的 他一定有一種 有一種病症 我跟你講你都不要這樣 我覺得男生真的不知道我們的地雷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減肥真的減很辛苦 很辛苦 那我一到五錄影嘛 我禮拜六想說老娘要吃宵夜 就放鬆一下 就這一晚上 然後那時候是 當然我每天也都跟我老公說 我沒有胖 我沒有胖 我老公被我問得很煩了啦 結果我就心裡溜 就突然拿了一堆吃 他一開始吃 他說好吃吧 然後吃吃 吃完其實我承認是真的拿太多了 我就再去拿第二批的時候 他就冷冷 他也沒注意 他就說 就四個字 我就不爽 吃 吃 對 對 何況什麼大腸包小腸 就不爽 你就覺得怎樣 我覺得 跟我們好像看起來 衣服很有學問的樣子 沒有 老師 如果你只看表面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膚淺 等你跟我生聊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後面有內涵的 我跟你們說一個故事 好 我記得好像是2000年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去參加那個美國的國慶的時候 我去坐在Holly Day Inn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櫃台的小姐 服務態度不好 結果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 我明天一定要 告你們的經理這樣子 我就告訴自己 後來我走了以後 然後隔天 我就找他們經理 然後我就說 昨天你們櫃台的小姐 服務態度不好 是不是有種族歧視 其實老美很怕這一套 我說你是不是racist 有什麼歧視 他說沒有… 他說 我說可是他態度 讓我有這種感覺 我很不舒服 所以我要跟你抱怨 結果他就問說 是哪一位 你記不記得他名字 我說 我不記得他名字 但是我記得他是胖的 我說Fats F-A-T 你知道嗎 你知道桌面的櫃台 那個經理馬上又 Oh my God 我以為發生什麼事 你竟然用這個字 這個字就是肥胖歧視 在美國你說人家胖 他可以告你的 比種族歧視更嚴重 你老婆對你太好了 你如果敢說我胖 你如果敢說我胖 你說我會很胖 你說我講話你可能會掉眼睛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品質都還不錯 哪有工作繁忙 就是像我回血的時候 不是 你工作繁忙是 我前面之前就給你 你後面還要再要我當工作繁忙 好 好 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已經在一起 你相信我非常愛他 不管他胖或瘦 因為他胖已經不是一陣子的 你很像 你很像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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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來找我 他曾經是選美小姐 在更年輕一點 跟他一樣 所以其實他 他其實對自己的 那個外在的要求 已經很嚴格了 那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要離婚 那我跟他談了半天之後 唯一的離婚 我覺得其實他都沒有任何大問題 唯一的問題 就是他說有一天 他在家裡換衣服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也是剛生產完不久 然後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很苗條的 那他跟我說他老公在後面 看到他的背影 他就裸就是衣服脫掉 只有看到背跟屁股大腿那邊 然後他老公就 就默默的講了句話 就說 我覺得你那個腰間的肉啊 就因為這一句話 就因為這句話 他說他整整一個禮拜 都不跟他老公講話 然後再思考了兩週之後 他決定要來委任律師 要討論離婚 然後如何分產的這個問題 他說他沒有辦法容忍 就是他一個深愛他的 就是他那麼的就是 傾心以對 然後幫他生孩子的一個男人 竟然跟他 竟然這樣嘲笑他說 他說他生孩子 沒有辦法立即恢復 已經很痛苦 然後還嘲笑他說 我們自己都很痛苦 因為這其實 在講這個話之前 他們婚姻跟金應該有問題 我這樣講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你小心一點 你的責任 是不是 我要解釋給大家聽 對於他這樣的事情 其實為什麼我要求 我其實不是要 教求大家的身材 我每次教別人健身我都講 你要把健康先放第一 他的父親很早就離開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飲食習慣跟不運動 我愛他的原因是 因為我不是說你的身材 今天你當媽當胖 你問他 我們的健身和我們的關係 我不會對他有太難 可是問題是 在這個上面 我只講一件 他媽媽都跟我站在同一線上 為什麼 因為健康的問題 他的爸爸 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50多歲就過世了 而他有這樣的一個飲食習慣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心裡每一次在這樣的時候 我心裡都告訴我自己 我不希望他在這個上面 吃這些不健康 所以我又不能不讓他吃 所以我只能在過程當中 培養他吃健康的食物 讓他可以吃得很好 你現在的問題是 你適得其反 就是你這個問題 不但沒有解決 你又製造另外一個問題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其實要他健康的方法很多種 可是為什麼會被要求 到有一點壓力 對 甚至會覺得有受傷的感覺 其實不是我要求他有壓力 是我自己在這當中 我也有壓力 你好有壓力 你只有練那麼大塊 所以你有壓力 你還把周杰倫逼得也練那麼大塊 所以當現在的狀況 當然就是把事情 拿出來講的時候是這樣 這是我想了很久 我才想說他是不是真的會有 當然以現在來講 他在這次 譬如說他常常會 故意用這樣的話來跟我講 我們已經當成一種 開玩笑的方式 已經不會說這樣 那我可以幫你講一個 就是說他有一個 義大利的統計 如果說男生真的很注意外觀的話 他其實還是深愛著你 他的統計是這樣 他是說 如果你叫個70歲的男人 娶個60歲的女人 他娶不下手 可是為什麼一個70歲的男人 會跟一個60歲的他太太 還在路上牽著手 因為那個70歲的男人 他心中小孩是那個太太 當初嫁給他20歲的樣子 所以知道太太對他有這種感覺 所以婚姻能維持的長久 就是要自我吹你 對 很好的記憶力 是我的記憶力 僅十年前的樣子 很好的 所以他現在幫你改下去 他還是有那個很好的記憶力 記住你當時 現在所謂這個 身材上的這個差別 所以他還是可以深深愛你 可以走很久 我覺得這樣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至少剛剛在這一整段談話 我們學習到的就是 太危險了 而且我們在節目開始之前 有一個匿名的題目 來 請老師數拿給我 覺得另一半婚後變醜了嗎 魅力下降了嗎 我們是用匿名來回答的 好 這個我們把一對一對的都定起來 那這一對是說 沒有 婚前和婚後 婚前沒魅力 婚後反而可接受撒嬌 男生說不會 這個是沒有的 然後呢有一對說 不像以前對自己有要求 然後另外一個說不會 這一對是誰啊 反倒覺得老婆魅力比自己高 這邊有一對是不同調的 那另外呢 這一對寫得很少 直接寫不會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暗藏什麼謊言 然後這個都是同調的 然後會 有一點難免 然後也會 看到就煩 我們現場 我只能承認說看到就煩 絕對不是我說的 現場有兩對是不同調的 所以這個其實 已經看到就煩這個有點嚴重喔 黃老師 這一對有點嚴重 不過有時候也是情緒啦 平常先講如果魅力下降了 然後當然有點煩 像剛才我沒有講完就是 後來我再問那個美國的 飯店的經理說 那如果換成是美國人 要講一個男性或女性 因為她的身材的時候 不能用胖 不能用肥 那應該用什麼 他說你就用size size doesn't matter 對 你就告訴我 是big size small size 或者它是medium 或者它是huge 就是很巨大 很巨大 他說都可以 他說你就是不能用fat 對 這個字眼fat不能用 也跟各位分享 它可以告你 絕對 也可以成你 接下來我們要聊這個問題 是性生活了 請問大家滿意婚後的性愛品質嗎 圈叉 滿意嗎 你也不要再拿叉 拿叉 好 請舉牌 來 只有一對打叉 Mina 沒有 沒有時間 他們可能還沒有適應 因為他們現在剛小孩 剛生出來 對啊 太小 所以就是 而且打圈的也不見得是好 怎麼那麼痠 我們先請打叉的說 因為我覺得 這種應該是開心的事情 然後你的品質也好 那如果說只是有壓力的 有壓力 然後可能小孩又這樣太小 你根本就 連浪漫都沒辦法營造了 你怎麼會有好的品質 所以 沒有 對 這個時候確實很難 很難 有時候我 有時候我在書房裡頭 他在跟小麥睡覺嘛 然後我在書房裡頭想 挑一些有情調的音樂 就想說挑好了 然後要放 放了以後 要開門進去 跟老婆講說 那小孩睡 我們出來聊聊天嘛 浪漫一下 揪出來聊天 一進去就是 又來了 他就是那種很善言 對 因為我小孩 我會覺得不要打擾到他 就是會 就整個品質其實是零 對啊 現在的品質是零 因為他也全心全意的在顧小孩 那我也是希望說 我想要把這個浪漫延續到 因為我就說了 我的過程來得太快了 可能人家五年的婚姻生活 我是在一年當中 好 我就全部都過了 他自己來嗎 不是 因為這種需求 有時候怎麼沒辦法 對 因為他們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大家都經歷過 因為小孩真的 剛小的時候真的很難嘛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 婚後性生活下降的原因前三 他這個有個調查 他說婚後兩年內 他的性的頻率會降得比過去 兩年前少百分之七十 兩年就少百分之七十 對 當然有一些原因 那男生的理由跟女生理由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先揭曉第一名 其實第一名 老公的想法就是 懷孕就是沒信聖 那其實老婆想法也是一樣 也是懷孕就是沒有 懷孕 同樣的道理 所以懷孕是這個婚姻信聖 或者頭號殺手 那接下來的第二個理由呢 老公會用這樣的想法說 我為什麼沒有 不是因為有懷孕 是我工作太忙 那可是呢 太太這邊可能還是 心細的所謂的 這個家世啊 小孩天下世 是國事事事關係 所以他對老公 就不再放到一件事 太累了 真的太累 然後第三個的話 老公會覺得 他就是因為這個很誠實的調查 這個調查滿有公信力 就是老公告訴他 新鮮感不在 所以剛剛說不在外 不表示他 對新鮮感的定義 外表不等於新鮮感 太太共都在抗議 對 外表不等於新鮮感 我跟大家講 有時候甜言蜜語也是新鮮感 沒有浪漫的甜言蜜語 所以這老公的覺得 他覺得新鮮感沒有了 所以我剛才鼓勵做 說女生要講一些甜蜜 因為婚前都是老公講比較多 婚後希望女生講一點 但是老婆的理由就比較奇怪 其實他會告訴我們就是說 是老公他不要 所以造成說他之後的 性生活頻率會下降 這個其實一直在網路交友的 秀琴你們這一對 是不滿意的 沒有辦法 連人都碰不到 視訊 不是啦 我覺得還好啊 我覺得品質都還不錯啊 天啊 是我已經知道 你是要跟誰的品質 你跟誰啊 因為我們雖然是相隔兩地這樣子 但是只要回來 就會有一個 不一樣的火花這樣 對 小便是不是 哪有 是第二個工作繁忙喔 就是 像我回去的時候 不是 你工作繁忙是 我前面之前就給 你後面還要再要我當然工作繁忙 沒有 沒有 像我一直要 不是 你知道 他那個 他太紅了 不要管 我也 一出來查他 他真的就是 就是沒有要的時候 他要嘛比我早睡 要嘛比我晚睡 就是 要嘛就比我晚回家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會 可能稍微再這樣 可能店裡12點一點就沒事了 他就是不回家這樣 我就會問他說 欸 要不要回來啦 他就覺得很像 這樣就有壓力了啊 你會有壓力啊 他會有壓力 對 你會享受嗎 你好歹也是運動員的體貨 當然啦 這沒有問題的啦 就是我覺得要順其自然 這發生 那幹嘛要躲啊 不回家 我沒有躲 我真的在忙啊 我還要盤點 我還要弄東西 還要叫貨 沒問題的到現在真的啦 還是我 運動員的體貨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一個晚上就可以來幾次嘛 對不對 但是你隔一天 他說哇 我真的累了 今天就比較累 然後跨過來之後說 唉唷 工作很累啊 我還可以跟他推說 你今天再說 男人是不是有時候會情願 自己來看APM 而不願碰老婆呢 有一個人說會 自己解決比較快 三個人說會耶 所以其實秀琴剛有講啦 他就是有 有組裡面其他的長輩 有講過對不對 說因為可能南方已經七十歲了 七八十了 七八十了 還跟那個長輩吃另外一半一直要 長輩就打另外一半跟他哭 說我已經怎麼了 還要 可是念畫那一頭那位長輩在哭 可是你在笑 我在笑啊 怎麼會年紀大了 怎麼還會有這種事情 對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那個社會新聞 請問一下鴻文 其實確實是因為有那個性需求頻率 是不一樣 就肅請離婚了 有這其實不會言的說 在法庭裡面就很 就很直接的 開誠不公講這個事情 那通常你看到 老公他要肅請離婚的 除非他 他其實 外遇那個不談啦 他要肅請離婚 他其實第一個很大理由 他就直接 他就直接跟法院講說 因為他 老婆都這邊都不配合性生活的事情 然後 多少年沒有性生活 然後甚至分房多少年 那我覺得我現在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認真的注意 因為我們現在的法院的 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對於夫妻分房多久 跟你們多久沒有性生活 確實是 他判斷這一對夫妻 是不是準否離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真的嗎 分房多久可以 基本上你只要分房五年以上 感覺就是 其實就已經很難挽回了 那性生活的頻率是多 性生活的頻率 這個東西就是不一而足 但是你們最常聽到的就是 比比皆是十年以上沒有性生活的 哇 十年 太久了 太久了 其實 其實很容易看到 那 可是不能這樣說 因為一年有可能是 他是在懷孕的階段 對啊 所以那個一年的 你還不能這樣說 沒有 但是通常會到了 撐了十年之久 然後來肅請離婚的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 男生還是女生 他其實在外面都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出口 那不然其實他其實可以忍五年 他可以忍八年 他其實忍十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當太久一段沒有性生活之後 他在外面再找到一個新的出口的時候 他立刻就覺得他可以不要這一段婚 所以夫妻的分房跟性生活 其實是維繫婚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他太久沒有見面 所以說他一次就會 對 而且他怕他不在的時候 你還會想別的 一次用完 一次用盡 為什麼他可以幫人家解收 他有這個能力 不過接下來這題要請那個 仁夫要誠實作答囉 這一題是匿名題 這個男人是不是有時候會 情願自己來看A片 而不願碰老婆呢 怎麼這麼小 我看喔 男人說不會 不會 有一個人說會 自己解決比較快 又有一個說會 不是太累 是有小孩以後不方便 三個人說會耶 真的不是太累 孩子在不行的緣故 所以其實會這樣子耶 但是並沒有人說 A片裡的比較讓我有 幸運 幸運有些時候跟太太一起看 也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那我自己寫的答案是 我覺得 我會 有些時候因為真的小孩子在 然後沒有辦法 小朋友都已經睡得很熟 太太都抱著小朋友在打呼了 你怎麼好意思在 趁人之為呢 對 所以我會 有些時候 就是會 自己 這有怎麼辦呢 不管是德國 瑞士或是其他國家調查 婚後男人DIY的頻率 他大概 1.14 所以表示他可能 他這個次數上面 DIY並不是一個 當然有很多理由 所以老婆也不用太在意 對… 只要說他DIY之後 還會喊著你的名字 我想大概是 而且陶姐 我以前啊 我結婚前 我是沒有任何一片A片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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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可是更新一份調查 就是說 男生 從青少年階段以後 就懂得自衛DIY的 是很普遍的 對 而且是被列入是正常 嗯 所以其實這個 我覺得女生都還能體諒吧 可以啊 是不是 而且漸漸變成說 盡量不要來找我 是這樣 有嗎 自由會這樣嗎 你們最資深 不會耶 我們 你一年有十次 這集解決嗎 這一集 我想問啊 他是不是超過十次還是 我不覺得他有耶 我在平均值 平均值 這個看年紀啊 我年輕的時候可能有啦 對 那我結婚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了 對 所以就不必了 不需要 超多 人家大國人 酒香就白了 不用飛太多年了 所以 對我來講 包括我太太 懷孕的時候 我都還有性生活 所以 我不太喜歡DIY 當然這件事還跑去問 因為生毫無聊 沒有 我們還算網查了 真的嗎 不是可以的嗎 不過補充一下 男人DIY不敢愛你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女生會這樣想 你DIY表示你不愛我 所以我這樣再強調 男人DIY不得不愛你 夫妻不是說 要把性定為 我專屬的一個制度 因為他也許 他的想法是比較傳統的 也許他根本就壓根 就不能接受 男人婚後可以DIY 也有這種可能啊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有各種形態 而且 有時候DIY 有時候跟你在一起 不是比較有變化嗎 對 這都一定有幫助 我們去查了之後 發現他對小孩是好的 夫妻這時候 有性生活 是你們兩個最快樂的時候 對 他會感染到小孩子 有沒有快樂 會讓小孩覺得快樂 而且還什麼震動 然後會 讓他刺激他的 什麼腦部發展之類的 對 OK 這個最後其實我們多問一題 這一題請大家眼睛先閉起來 先把你們答案想好 你要舉哪一面 眼睛閉起來舉牌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 自己婚後對其他異性就冷感了 眼睛閉起來請舉牌 好 大家眼睛還是張開了 張開了 張開了 你打圈 你知道是所有男生 唯一一個打圈的嗎 你說我 你怎麼可能 你對其他異性的人會嗎 沒錯 是那個老公 你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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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他異性 不會 不會人感 你說不能人感嗎 運動也對 隨時都還會欣賞其他異性 當然會啊 當然會 可是你看男生全部打差 女生這邊幾乎有三個是人感耶 小咪 不會 看到其他男生其實沒什麼感覺 沒感覺 因為覺得已經結婚 而且老公又長得又帥 真的太假了 這不要這樣 真的不用接 真的 你哪拜託 你要拜託一下 可是老實說 從生物性來講 是不是女生確實是婚後 比較容易就是 在生物的過程當中 因為女生絕對不能 對太多異性是有熱情的 因為她會混亂那個下一代的品質 她可能專情會比較好 可是對繁殖樹木來講 男生他必須要到處有 撒種的機會 所以她本來就會對異性來講 都一直保持著熱情的興趣 所以這本來就是生物 它要繁殘種族 一個必然的條件 女性的種族 負責繁殘下一代 必須要很專情 那如果負責撒種 就必須要很熱情這樣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在看 除了生物性的差異之外 我們有個匿名題 請問婚後 你曾經對別人心動過嗎 這個是匿名的 怕大家都那個 不知道 我們看 女人說 沒有 但她的另外一半 也說沒有 不會玩真的 等一下 這句話是真的 真的假的 好強 這個一定是遇刺男生寫的 小亮跟異克撇青 她都會玩 但不是真的 對…真的 所以還是會 有遇過天菜 無奈已結婚 我不知道是哪一對 然後她老公也說 有曾遇到 非常了解自己的愛情 真的 好可憐 這一對 又是女人說沒有 老公 老公也說沒有 再來第三對我們看看 沒有 女人都說沒有 男人說沒有 很努力才娶到老婆 我大概知道這是誰了 誰 女人說沒有 看連續劇來滿足情感的 對 這是很多人看 缺什麼 缺 缺 空缺 男人也說沒有 然後 女人說有 有遇過天菜 無奈已結婚 我不知道是哪一對 然後她老公也說有 曾遇到非常了解自己的愛情 今天是哪一對的 今天是哪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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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菜 今天有一對非常危險 黃老師你的判斷是 就是秀琦跟秀琦 真的喔 為什麼 黃老師 她怎麼是我們 她們兩個都 她們兩個都 在這個節目中好像 試著坦白說出部分她們的心聲 可是事實上她們這種遠距 如果說再加上 遠距跟形同分居 有時候如果嚴肅的話 就等形同分居 就等跟分床又有關係 雖然你看她說 秀琴好不容易見到老公 一下就要把她榨乾 可是她這個老公就認為說 妳也幫幫忙 留給我一些體力 讓我再繼續有機會 去呼吸一下 其實她們不管是在生活的 這樣一個家的完整性 已經稍微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且在這種性生活的 這種協調方面 也有兩個不同的觀念 除了需求上 也不能真的滿足的話 那再加上經濟 如果沒有解決好的話 那我想她們 不能說早晚會出問題 只是說她們就像 你看秀琴一直在說 我多想回到我們以前 剛結婚那個時光 可是也許現在的整個環境 是不允許 因為那時候的秀琴 就是當一個美麗的 那個名球員的太太 然後吃香喝辣的 她只要把她們老公照顧好 其他她都不用管 可是她現在這種志遠 事業上出了一些問題以後 她就必須要長裸一切 所以她是淚往肚子吞 可是面子又要撐起來 可是話說回來 志遠也不是一個壞男人 他也是盡我所有能力 我本來只會打球的 然後你搞到現在 我還要跟人家說 歡迎光臨 累得到要死 以前都是 人家跟他說歡迎光臨 現在他要被迫說歡迎光臨 而且他說不好 老婆還要罵他 所以呢 他在這樣子的時候 就變成這兩個人的 內心世界的問題糾結 都有情緒 都有情緒在 再加上他們如果溝通不良 然後沒有想要真的去面對諮商的話 可能他們會越走越遠 這個是老師初步的判斷 但是在節目一開始 其實我們就請這個夫妻 替對方打分數 看到這分數 我還是覺得滿感動的 小亮哥給姿佑打了95分 對不對 姿佑給你打90分 兩個不會因為5分去吵架吧 不會 就是同樣的在一個很優秀 非常好的範圍裡面 那仁豪給Nina打了85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分數 我給85是說 因為我們還經過前面那個過程 我相信我們夫妻相處 我希望那個分數 是越來越往上下 所以她給我分數60分 正好我有40分努力 你有幾個了 還有機會 Nina看起來很欺負 但是... 但是呢 就是對妳 會用狠的眼光 奔妳的女人 並不大 代表她不愛妳 或者她不理解妳 她慢慢的 孩子越來越大 她會越喜歡妳 其實我要講她說 她演戲那一部分 為什麼我沒有去 就是說讚美她 其實因為我覺得 讚美大家都會講 可是我是她老婆 我不能給她太多的好話 讓她有太自滿 我反而希望... 可是因為妳剛有講一個前因 是妳們之前在吵架 對然後加上那時候 她去台中拍戲的時候 那十天其實我們天天在吵架 然後她去拍這部戲 又發生很多問題 所以那時候其實對於這件事情 我比較冷淡回答 其實也是希望不要之後 她聽到太多讚美之後 她摔得重 沒有達到她的希望 我會比較擔心 不過其實當然 那也是她和解的方式 就跟妳講話 所以我就是可能要多說好話 就是那個章魚跟十一郎 他們婚姻裡面經營的 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 兩個人吵架不要擴張就是 對方推一個給妳台階了 妳就趕快下來 不要再窩了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要補錯一點 最重要一點就是 吵架...剛剛李醫師說 吵架沒好話 所以尤其避免在吵架的過程中 在傷口撒鹽 就是不要翻 這是非常重要 好 接下來這對 我不曉得這個分數 大家看了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 更紅給婉飛99.9 好可惜 婉飛的感覺是什麼 好難 可惜 因為妳剛剛寫她寫成這樣 補過補過 對啊 認識我們都曉得 我已經... 我很怕我老年會跟小亮哥一樣 很可憐啊 我老婆變得我在婚後 其實我都在跟她講說 我覺得我已經好少自己 跟朋友出去玩 對 這個事情我已經不會去想說 我很想去 比如她想跟男生朋友一起出國玩 我其實沒有 我跟男生朋友一起打個球 我超開心的 回家我可以看到老婆 沒有 所以她已經在我生命中 有一種不可取代性 是 就是說有其他在正的妹 就算是我們看了覺得很那個 可是當我心裡想那個 價格是不能跟那個價值比較的時候 我的心裡就不會有這個念頭 我反而會有避開的感覺 好 來 她一直在補嘛 好 晚飛給你90分 這已經都是很高的分了 哇賽 Jason說 小咪是98分 哇 然後小咪給你的是89分 有點少 小咪89分 很高分喔 我覺得很高分 我覺得 就是讓她再有一些進步的空間吧 而且我們才剛結婚才兩年 對 以後往後的日子還要走 對 好 陳志遠給秀琴0分 那90 那90啦 在這邊90分耶 秀琴看到這分數覺得 開心 很開心啊 但是她認為假的 我會不會只有59啊 沒有 她一直很緊張 我會不會給她不及格 她一直很在心她的 她給你85分 哇 對啊 所以 我這邊還是要補充一下說 剛剛大家問我說 你們覺得哪一對 其實沒有哪一對有問題 就是看你們要怎麼去解決 包括秀琴跟志遠 我也不認為有問題 為什麼我剛剛是拿你們做來做 一個標竿 舉例為什麼呢 你們是 在座裡面最煥爛的夫妻耶 對 你們熬得過你們就到老了 對 我是覺得這五隊裡面 你們最有問題啦 誰 曉亮哥 因為... 因為太滿足幸福的人 就不會再追求幸福 就是說停到這裡 就覺得這樣就好了 其實都在過自私化的那個生活 它有一點變化 有一點退讓一點 不是比較溫柔嗎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出去 婚姻需要有新的溫柔 不能只是用成就的溫柔 在那邊撐著 所以今天反正我們世大長門 都在這邊 大家要離的 要合的 都可以分別的諮商啦 那當然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來 婚姻當中 確實有很多問題 是需要慢慢磨合跟學習的 祝福各位